这个追撞事故最让人痛心 当然就是黑色轿车这一口之家 四个人剩一个人 唯一活着是当时没有在车上 他们的儿子 据了解当时他们会开在那 是因为一家人住在云林的林内 昨天晚上他们北上要去台中找朋友 事故会这么严重 一来妈妈她可能没有集安全带 而自撞后爸爸又困在车内 来不及下去救人 跟放三角锥市井后面车辆 而这个路段您可以看到是非常昏暗 没有路灯的 大家平均车速又都在一百一百一十公里 家属接获通知悲痛的赶到了殡仪馆 一家三口的轿车被撞到严重变形 放在后座的安全座椅 因为强大的撞击力被挤压到一味弯曲 这辆轿车自撞护栏的时候 侧翻在内线和中线车道上 在车内的是43岁爸爸和42岁妈妈 以及他们一岁女儿 警方到场时42岁妈妈仍在车道上 研判自撞发生时车辆测翻 妈妈就被抛飞出车外 警方表示要等项宴查看妈妈身上 有没有勒痕才能确认妈妈是否有戏安全带 而这场车祸从轿车自撞到追撞的时间 相隔多久也还要厘清 可以确认的是轿车自撞护栏后就侧翻了 当下车上的人都来不及下车放三脚追 提醒后方车辆 加上国道上灯光昏暗 才遭到后方车辆追撞 家属赶到殷仪馆处理后事 根据了解这家人住云林林内乡 夫妻两有两个孩子 老大是儿子还在念高中 17号才帮女儿庆祝周岁生日 没想到满周岁才两天 爸妈带着女儿深夜开国道 去台中找朋友 就发生了夺命车祸 华市新闻 周大祥 吴建宏南投云林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